台中市政府今发布新闻稿,强调台中市打击毒品,去年及今年上半年都或内政部警政署平和成效位6都第一,今年上半年查获件数及嫌犯人数都是历年最高,展现警方查气毒品的决心。 不过,民进党市议员王立任在市议会业务职群中追问副市长林依盈是否不断以查获毒品案件多来宣传查气绩效良好,这样对吗? 每年毒品案件数及涉毒人逐年飙高,应反思台中市的毒品为何居高不下,建议是否不要拿数字或讲沾沾自喜。 王立任说,台中警方查获毒品案件数及嫌犯数逐年增加,2015年查获4126件4544人,比2014年大幅增加1373件1520人,2016年查获4918件5276人,又比前一年增加792件732人。 今年到目前为止查获4423件4752人。 任立任表示,他肯定警方弃毒打击犯罪的成绩,但市府应该面对现实承认毒品泛滥吸毒年龄层下降的事实,不要不承认目前状况很糟,甚至还没画数字。 台中市长林嘉龙表示,市府曾对1300名吸毒者作问卷调查,发现10至22岁第一次吸毒者占66%等于三分之二都在此年纪接触毒品,其中有三成是学生。 市府重视反毒议题,教育局也用拟侦毒品展示,让危害的案例生动呈现,强化学生的辨识能力。 林嘉龙说,有些吸毒者并非自愿吸毒,而是不小心接触,市府因此言一代不侵害人权的前提下进行筛检,例如北屯区县政事办药局提供检疫筛检事剂,以唾一即可进行筛检,让大家更知道自我保护,提供一个远离毒品的安全环境。 民进党议员王立任又与陈世凯要求市府正式毒品严重泛滥,记者陈秋云摄影分享。